一个月开那二百多块钱 连迪宝带那个六十七公尺 就靠这点公尺 想把够吧 想把够那都不够 咱们厨房这不啥也没有吗 就这一个电厂锅 一个电饭锅 别的啥也没有 别的啥电器就没有 啥也没有 没怎么天亮呢 啥天亮没有钱呢 真是大姑娘做花轿 头一遭啊 咱大姐的家庭条件 可真没家土四壁了 好在咱大姐性别为女啊 要是个大老爷们 这个条件相亲 隔村里估计都 隔村里估计都能把城管给骂过来啊 条件也不行啊 咋就说自己条件不行呢 一个月开那二百多块钱 连迪宝带那个六十七公尺 就靠这点公尺 连米带面带油啥都改这里 带油啥都改这里买菜 香把够吧 香把够 那都不够 咱们厨房这不啥也没有吗 就这一个电炒锅 一个电饭锅 别的啥没有 别的啥电器就没有 啥没有 咱们天亮呢 啥天亮呢 没有钱呢 一个电饭锅 一个电饭锅 一个电炒锅 再我就烧着大锅 炕老头走了五年 炕头要给扒了四块板 这么下给扒了四块板 这么大一股炕都堵过去 不能烧 那这样子弄过吗 你老太子找谁呀 求谁 你白宫求谁 哪也干白活的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姐闪亮 咱大姐闪亮登场 真是唱戏的躺眼泪 可歌可泣啊 咱大姐一路上走过来 属实不易啊 一个月靠着两百多块钱 生活费 勉强能够维持温暖 红娘 红娘一走进家门 诺大的房子 连着像样的家具都没有 厨房更是只有个 孤零零的电饭包 说咱大姐是荒野求生 都不为过啊 这五件衣服买都没有一个月 这个其实是穿的 这几件衣服买都没超过一个月呀 都没超过一个月呀 都没超过一个月呀 这也是裙子呀 这个买五六天 往往上开看有这样 这个挺好啊 我就买这个 哎呀 那个售后员咋跟你说的 你要相亲 他就穿这个好看 你跟他说我相亲过 挑点衣服 他说对 挑点衣服 他说我那天我去上买鞋 我说相亲 他说有个人比我收拾到那里 他说你买这个鞋 买这双重袜子买这个鞋 鞋买几双啊 鞋买几双 同一东西买两双免鞋 那边堆着的是免鞋呀 那我拿过来看一看 这还挺洋气的呢 高药的是不是 这是相亲相处的 咱的东西能怎么办 都没人看过买 咱的东西能给别人穿吗 给别人穿吗 这咋的就是想 以后倒是跟谁穿了 这鞋衣服都不用买了 那你说这又穿了什么酸鞋吗 他有钱不是我钱吗 啊 这个挺厚实啊 阿姨 我不穿那鞋 你看我这鞋底都刷干净了 你看我这鞋底都刷干净了 你看我这鞋底刷干净了 你看鞋底 这我都给我酒差的 没有 诸葛亮带兵出征 从不打无把握之杖 咱大姐这次铁树开花 在冯一村 也是带了十足的把握来的 自个一个月工资总共 也就三百不到 为了这次相亲还真是下了血本啊 平时几年一件衣服不买 这次一下好好的买了五件多 都说女为越积者荣 男为越积者穷 咱大姐这次可是两头都给占了 那个孙平 嗯 她说她 说她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 说她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 我爱好我义 她还当过兵 我一考虑这件挺好吧 我一看她个儿个儿还挺那啥 体型还挺规矩的 你看我紧跟着给你打电话 别错过这个机会 还怕错过呀 怎么那么着急呢 你这个机会错过 跟别的啥 你这些啥 我就考虑这个对象 找也不好找 现在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 是很少很少的 然后昨天咱大拉打电话嘛 然后你跟我说 你说燕燕哪 你说这么多年 都没画过妆 你说今天香气 然后你咋说的 勒章 说的勒章 我说为想买 因为为自己活一活 就是你昨天给我打电话 说燕燕给我拿根眉笔 有口红给我拿口红 反正我也不知道 适不适合你 反正我给你带来了 你自己画一画行不行啊 正好今天香气 我能画好吗 你那个能不能画啊 啊 口红我能给你画没吗 你自己画一画 你看 我已经带了一根眉笔 然后带了一管口红 然后带了一管口红 是不是 我就穿婚杀 穿婚杀 还有穿婚杀 穿婚杀 改变那个结婚是穿婚杀 啊 年轻的时候有没有穿婚杀 这次都让你补回来 对 男追女格作衫 女追男格曾杀 咱看这么亲事也是 这么亲事也是 铁头戴了钢帽子 保险得很啊 咱大姐就光是凭着节目的一面支援 就对大哥一见钟情 二见清心 三见连户口本都准备好了 人家相亲从不扭又捏捏 就是大胆追爱勇敢表白 那咱们就齐力看唱本 咱们就齐力看唱本 走着瞧吧 心挺高眼眶挺高 那介绍的看的也不少 都差这差那都 就都没成 觉得自己要求挺高的呀 那对呀 就是就是瞅着的孙岩呢 我们现在去年给介绍两个呢 比我小两岁 我瞅着演员都不行 他俩都是电梯楼 一个17楼的 一个是三楼的 一个是宁样 一个大头的 那一个没事总上公园 都愿意都同意 都同意 你不行 那我就演员不过过了 那想没想过这个年龄呢 咱标准再稍稍降那么一点点呢 那老多人都这么嘱咐呀 都说我 说个孙大哥 你去趁着 守家在里找一个能吃虹 你吸的酸酸的 度过晚年就挺好的 你别心那么高来 挑热挑那的 折荷那的 我说那不行啊 那你瞅着没演员 没演员 不睡啊 那就不想 不想做夫妻 只能做个朋友可以 也许 真是土地妙里甜窟窿 不妙啊 咱大哥还真不是一般人啊 前前后后相亲不下好几次了 追着自个聊天落客的富婆大姐 掰着两个手指头都数合过来 都数合过来 就是宁可一个人精致的单身 也绝对不跟人凑合着过日子 不到黄河心不死 不见观察不落泪 就是非腹白貌美大长腿不血 在外边见着孙平叔叔这时候 和电视上也不一样啊 一样 我对自己人还挺好的 开不开心呢 开不开心呢 挺开心的 也是挺好听他这个人 第一印象啊 演员差点 丑了不是那么太 太可惜 那就在街头看上啥样 是不是 那对 真是穿着皮拗打赤脚 量了半截啊 俩人握手介绍之后 之后 大姐对大哥的喜欢 然是从始至 但是大哥那头 却直呼没相中 从咱大哥先前 相亲的经验来看 这么亲事 十有八九十黄了啊 不过乾坤妹定 你我接黑马 就看大姐能否立法 狂澜搬回一城了 那一家这是 这个是厨房 这个是厨房了是不是啊 厨房 都是素食物啊 没有什么 没有用 是又不吃 反正婚的就是不吃 韭菜和葱都不吃 韭菜和葱都不吃啊 吃完胃经也快得不过 不吃胃经也快得不过 不吃 鸡蛋还行 鸡蛋还行 鱼也不也不吃 别人吃我也不反对 不反对 像叔叔得吃点吧 那我吃吃的 那你觉得俩人吃饭 是不是问题啊 不是问题 这个小伙伴 我才也110块钱买的 现在我要买一批 这个新的产品 产品包120块钱 能买的 它可以用两套吗 你想不想过俩人 咋给他做饭呢 做啥呀 俩人他一样吃 又给他做肉啊 老婆给你 你忌口了 不能改变一天 为了我他可以 整俩活着 整俩活着 他说的意思 整俩锅 给我炒肉 他已经可 这给你咋看呢 这挺好 这挺心里挺 感觉挺舒服 这样就能吃到一起去了 就能吃到一起去了 挺满意 山中水富一无路 柳昂花名又一村 一说起四个的饮食习惯 咱也是如楼了进大观园 大海眼界啊 但凡跟肉粘上一丁点关系的 咱大姐那是一粒 都苦悦一尝 咱都怀疑大姐是没钱买肉 还是打心里真的不喜欢 打心里真的不喜欢啊 不过一听说 大姐愿意为了大哥做出改变 可是把大哥感动得眼泪汪汪的 脸上已露出了九文的笑容 你先说吧 我先说 我六十几后 出舌的 爱好现在没天 没事反正就是天都好就上公园 天都好就上公园 荒场 跟他们唱歌玩 没事干啥 就出现什么事情 就这一个爱好 那挺好的 一会儿你唱着呢 我听 展示展示一会儿 你唱我跟俩唱 我跟俩唱 叔叔他能跟着唱呢 我看电视里说的一百多首歌 对弹琴 我心里太好了 还会弹 那天那个电视里唱 我给鼓掌了 葛家就给鼓掌了 你给鼓掌了 那叔叔这样吧 你今天再给阿姨展示一会儿 就会 在中边的 然后就听听啥呀 行 我先拿一首 我还把你再唱一首 我不会唱 多唱 唱个啥歌呢 唱一首 真是端午节吃粽子 皆大欢喜啊 一聊到两人的生活爱好 大哥大姐是更加投缘了啊 花开花 花开花落中有时 相聚相逢本国业 这么好的机会咋可能抓不住 红娘也是建议两人大胆展示 那咱们就齐驴看唱本 走着瞧吧 爸爸 爸爸幫我眼展吗 爸爸 爸爸 给我衝补一衫 亲爱的姑娘 向我招手笑 喝一杯奶茶 一茶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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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听着本人唱了 和电视里比呢 比电视还好呢 那你总问我说你爱好文艺爱好文艺点 你给叔叔来两句 让叔叔带给你 唱着三个开当天 我把当天 我爱的母亲 母亲只剩我一身 当地光辉照我心 我有时候唱歌就跟他唱 你们跟我赞 你们跟我赞 你们跟我赞的红量吗 我唱能唱高音的 没 他唱歌快好文艺 真是过年许媳妇 好上家好啊 本来是咱大哥献许一首 没想到听了听了大姐 都忍不住 隐行高歌琴瑟和鸣了 知道的明白 知道的明白 这是头一次见面相亲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就是老妇老妻老搭档呢 咱可记得大哥刚见面是嫌弃的神色啊 饭要吃饱话要说啥 看看这不是啪啪打脸啊 不提债要求 我自己有份地板 还有 还有 还有地板和六岁工资 还有那个终活资女费 我没东西也得付钱 你自己要从江南走一起 你知道吗 你说打官就打官 我没有要求 我可不奔钱下去 是 这一点挺好的 是 这一点挺好的 这一点挺好的 那里头部有的都是工资高的 不挑人吗 你要是同意的话 那素质大比他素质大还有呢 你那看多少呢 那我都没报过名 我都没给打过电话 我没看中这人 大于大又 大于大又成年喝酒是打麻将的 他挣八千万能省心吗 你这人我是看中挺应可的 这时候我不挑啥长相 我就说人家体型不变形 人家办事不狗本 就咱俩成了以后 你给啥就批你赏 咱不提彩礼 就这三斤又啥玩 我没有啥有趣 我没有啥有趣 真是大姑娘做花轿 头一遭啊 咱还是头一次见正式的大姐啊 别的铁树开花上台相亲 都是趁着这个机会忘死了 不是三斤彩礼就是车房首饰 不把大哥掏空就事不罢休 但是再回过头 瞅瞅咱大姐 不求大富大会大红大子 就只图吃饱穿暖吃了 这都有下顿 我这工资是开的 就是 这营业的生活费是非非有余 花不了用不去 想吃啥想买啥就随便 再砸两个锅盒去 你说这对 手里没有钱就行 用钱时候没有钱不行 我这有病吧 百分之九十报 只能说是花一万的话 隔着你花一千 我这工资到 你这挺好啊 我自己一个后口本 防罩我有防罩我就防了 最后就垫在家 走到西部就垫当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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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几什么钱 过一半年离婚的过 哪有那男的低头的 过十八年江云 那可不行 那男的低头不行 为什么说男子搭帐 没有说男子搭到屋里 就是我家那种男子 从来又不吹胖头 东校都说在这儿 这个会是碎 都说在这儿 这个会是碎 那啥呀 不行 吹胖头血不得劲啊 他有这儿说的呢 男的不都催化我了 那样吗 我不能这样 你说过日 你说你把钱 你说怎么花就怎么花 我啥我也不管 以前我没当过家 我没把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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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人在一起过日 就是互相杀上来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不存在 谁当家 是不是 俩人感情要对劲 谁当家都一样 咱看这么亲事也是 铁头戴了钢帽子 保险的很啊 咱大哥 这回真是咱看咋喜欢 咱看心里咋舒服啊 心里咋舒服啊 人家不仅啥钱不要 而且更是拍着胸脱保证 以后再一起搭帮过日子 别的都是家庭地位大哥 就是家庭地位 就是打心里的 要大哥当家做主 要大哥当家做主 那以后泡脚搓杯大保健 可不用提心尿胆藏 撕了钱了啊 你说我是能上台去 把这头 这玩一天高兴 玩这东西 舍弃掉 跟他上 那不能舍 是不是 你那头不能舍 我这头能舍 另外一个 我这头能舍 这啥都不是我的 我有钢的活 我也不舍 一个都没给舍 我就是舍了点小圆 他墨车的 我舍了 我还不舍的话 人家就舍了 活着就舍了 没有别的玩意 就那几根 是几根啥菜 是我的 所以我还是感觉到 就是说 这个 异地啊 农村啊 这些方面 这些方面 还感觉到还是 感觉到 差一点 不太 不太可信 不太满意 所以说 我希望家的 还做 做朋友 做普通朋友 做普通朋友 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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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能免钱 感谢你 这么远来一点 没事 那都应该的 叔叔说今天不合适 会不会有点失望啊 那真有一半的失望 原来有信 百分之百能成绩 有信他没有成绩 的话再也不刚来 觉得稍微有点失望了 对 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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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成就没成了 再找吧 有的缘分再找吧 没有缘分就找不着 行 有回事了 我再给你介绍 你最后说 那个是俩人距离太远了 那个是俩人距离太远了 对 这是借口吧 应该是吧 应该是 因为我看修话 猶猶猶猶的 是没好意思 怕说话上楼台 对 怕上楼台 怕当时有一些都想不出来 找啥理由 拒绝和说了都 拒绝别人对我来说 也很难 接触下来之后发现 还是插在演员这 别的都挺好 别的都挺好 对 要是第一演员 要是瞅我过关的话 也同意舍弃一切 跟我上一统 所以说 我也就得找这个理由 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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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懂这事 你亏亏你 我就给你五万块钱 我给你 你童话给你 你童话给你 童话 你童话 不是给你 这还不懂你姑娘 哎 这不好吧 相亲现场 相亲现场 大人当场掏出500块钱 要给大妈 说是给大妈的补偿 这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 直接给红娘都整个会了 那么咱们的大爷 给的这500块 到底是个啥意思呢 是个啥意思呢 大妈收莫收这钱呢 老铁们先别着急划走 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相亲 毕红义大哥家不 哎 大哥你好 啊 童娘甜甜 今天来我们 今天来我们节目组 相亲的 是毕红义大爷 今年68岁 每月退休金3100块利益 有个90多平米的住房 毕大爷年轻的时候 在化肥厂上班 后来在99年下了岗 没有了经济来源 大爷下定决心 开始经商 于是大爷干起了加油站的买卖 站的买卖 经过了20多年的打拼 现在的大爷 手上拥有着 两个规模不小的加油站 你往说来挣不过 哎 就那十股口 哎 说我那人那是我们家家站 我西班里的 西班里的买两户 哎 也真的到来 真的到来 啊 两个加油站 除了这两个加油站外 大爷还拥有两处楼 房和几个门面房 院里是你们家的楼啊 这楼现在这买卖都是 是租不出去了 这是租不出去了 啊 后期这个 这个这门房 都租去了 啊 柔车自己弄的 啊 那谁经营呢 那我们家老二那个 老二的喜欢 后边这个楼呢 那是我们家 那是个办公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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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加油站办公室了当做 嗯 从这里能看得出 大爷的这经济实力相当哇塞 虽说经济上非常富足 可生活上却非常寂寞 什么什么 毕大爷你口中 这让人想都想不到的事情 究竟是啥事呢 原来大爷曾经结过两次婚 第一个媳妇 只跟大爷一起生活了三年 便草草离场 期间两人剩下了大姑娘 后来 后来 经过别人的接受 大爷认识了他那第二任媳妇 大爷跟第二任媳妇 一起过了将近二十年 两人是在去年离的婚 哎呀中方圆 可是中方圆 可是中方圆 咱这么讲 那哪 你谁管你 中方圆 钱都他呢 人走的时候 一会儿要五十万走的 我行 你要走 我给你带上 走我给你带上回茶 这二十多年来 家里的钱 一直都是前妻管理 结果离婚的时候 大爷没有分到一分钱 还有给了前妻五十万 对于两人离婚的原因 大爷现在也不在意了 谁对谁错 谁对谁错又有什么用呢 他不在意钱 是想找个能跟他一心一一播日子的女人 我不懂这事啊 你回忽意啊 我就给他五万块钱 我给你 我给你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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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等会你冷静一下 从我你小伪的 不是给你的 这还不懂你姑娘 哎 这不好吧 相亲现场 大爷当场掏出五百块钱要给大妈 说是给大妈 说是给大妈的补偿 这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 直接给红娘都整不会了 大爷想找个什么样的老伴呢 是要你真心过日子 你想闹啥子 真的 我都能打破她 要的 对于自己家庭条件与经济实力 大爷完全不想 大爷完全不想让女方知道 加油的 没有 可先被我说 这听听我说 没有 哎 找个真心的 哎 大哥说 这事别跟我说 别闭 那么别人我有钱 不说 哎 对 大爷就想找个不图他钱 喜欢他这个人的女人 根据大爷的择偶要求 红娘想到了家住长春式的 一位大妈 草有香大妈 今年五十六岁离异 每夜退休金两千二百块 有个六十平的住房 有个六十平的住房 我看你穿这个衣服 这个挺潮的这家 妈妈不潮 走哪呀 多时尚多年轻化呀 不年轻的 我今年五十年 今年五十七 这红娘刚看到大妈 就发现曹大妈穿衣有些特别 说起大妈的穿衣打扮问题 这可能跟大妈的职业有关系 大妈曾经在苏州 给弟弟帮忙管理婚纱厂 这一下就干了十 这一下就干了十六年 如今大妈年纪大了 也开始有退休金 于是大妈想着 该好好享受生活了 于是从苏州回到了 长春生活 大妈的婚姻生活 非常不顺 那时候我给她整个车 跑出去 整个车跑出去 大到边她们出去 在一起 玩福克 车给她平的 干脆拿不回来钱 大妈的前妇就爱赌 家里稍微值钱点的东西 基本上都被 基本上都被输光了 大妈实在难以忍受 于是在00年的时候 选择跟丈夫离了婚 离婚后 直到现在 大妈一直都没有在找过男人 看起来也是个眼高很高的人 那么想高的人 那么现在的大妈 想找个什么样的老伴呢 她有一个双宝的 前面有住房的 找经济条件好一点 不好我自己我也能过 我自己不得不错 我得找个这样子 你说不好 我得打击她 我年轻的时候 我老是得想点苦的 就是吧 了解到大妈的择偶要求 红娘觉得必大呀 非常符合大妈的要求 于是便想着让两人见个面 看来咱们的大妈对自己的外表 那是相当的自信啊 我不懂这事啊 你亏亏你啊 我就给他五百块钱 我你从没给过了 行吗 你冷静一下 你冷静一下 从我您瞅为啊 不是给你 这还不懂你姑娘 这不好吧 相亲现场 大爷当场掏出五百块钱要给大妈 说是给大妈的补偿 这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 直接给红娘都准备了 为了今天的相亲 大妈特地做了些准备 预议好 我喊预议好 行 甜甜蜜蜜 买一串竹 行 行 这太大了 太多了 要我说买两样就够了 这好80分钟 我买这些水果的 我 我 我 他两个太爽了 经过大妈的一番挑选 大妈选了四样水果 提着几兜子水果 大妈跟着红娘上门了 脱节吧 来来来 来 怎么拿 怎么拿东西什么 买点水果 哎呦他 哎呀真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太气息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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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病疫 你呢 我叫 我叫曹友天 啊 这种 两人当一见面 大妈就对大妈的第一印象非常好 瞅得挺不那么滑不那么辣 瞅得太行的也 我觉得印象还可以 那么大爷对大妈是什么个想法呢 想法呢 这个你的印象怎么样呢 我让我考虑考虑 我让我搞电话跟你联系 想不想 不用你跟我说实话 你要早讲 你跟我说实话不行 你非见我实说 那你我就是不得一样 没一样 没想到 你不得一样 啊 还是不好看啊 哎呀 这就 这就炸形象 就说不 哥们感到 不是那么 哎 就是感到自己说 上心 哦心里头 挺高兴的感觉 简单的说 大爷对大妈 并不心动 而大妈接下来的话 让大爷更加看不上大妈 男爷现在退休了 57岁 有一个儿子 儿子结婚了 不太理想 不理想 你问他有男孩 大爷觉得大妈有个儿子 这个问题 他非常不喜欢 这个问题 他非常不喜欢 于是便跟红娘说出了 自己理想中 另一半的形象 无论世界的没结婚 或者结婚 没有孩子 没啥乎之忧的 这是我决定的 这是我最大心愿 如果没有这种情况 我就说一个 哎 有吗好一点的 赶紧你一说 年轻好 哎 心格比好一点的 这就行 虽说大妈看起来长得挺年轻 看起来长得挺年轻 但在大爷眼中 还是差强人意的 他自己就这样拒绝太过伤人 大爷也有些犹豫 于是便提起给大妈五百块钱的事 这笔老 这笔老头 不愧是有钱人 张嘴就要给钱 红娘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一时间有些猛逼 那么看到大爷给的这五百块钱 会怎么办呢 你不拿钱的吗 不要不要不要 那你就见外的 你会打 你会打赦 打赦 不要打赦 两人拉上了半天 大妈最终还是没有收下这钱 两人的相亲就这样结束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看北方中 喜欢看北方中老年相亲的可以关注我 持续更新 切手成功的话 你在生活怎么安排 就生活上的事吧 我能全保 而且这后我还另外再给你拿点 你给 你给多些 你感觉那每个月的零花钱 你得要多少 相亲现场 大哥大姐就每个月零花钱的问题 反复过招 谁都不敢轻易出手 敢轻易出手 那大哥最后的出嫁 能否赢得大姐的芳心 今天来相亲的是这位大哥 这是农村的这个家 挺好的 我的小样可以那么说 我挺喜欢的 就像有一种恋情似的 大哥是一个喜欢田园生活的 一个喜欢田园生活的人 平时冬天的时候 他住在城里 可一到开春 他就迫不及待的来到农村这个家 开始一段自己自足的田园生活 对于未来的另一半 大哥最在意的就是这件事 我就感觉那就是这个演员是非常主要的 就是说你最起码你得看了一天 最起码你得看了一天啊 我得喜欢你 我得爱你 其实你有些时候是怎么说呢 男人好像就是表现在外表 和什么的 他挺注重的 那究竟啥样的女人 能符合大哥的演员呢 其实呢我还是喜欢女人 就是扑扑实实的那种女人一样 我不喜欢就是或者说女的 或者说女的 或者说剪个小子头 我都不怎么太喜欢短头发 还有一个天的相当注重的 就是眉清目秀 所以这句话是相当注重 也不能说是完全都打到你那种各方面的要求 有一双眼睛 要求 有一双眼睛好看其他差点她也无法 女人在我心里面应该说女人还得化着淡妆还是好一些 大哥这一番描述下来 红娘的心里已经大概有数 于是她给大哥物色到了这位大姐 大姐对自己的容颜似乎很自信 她坦言自己曾经被很多男人追求过 但由于当年自己的眼光太高 错过了好多的姻缘 如今自己的年龄也大了 择偶的标准也有所降低 对于金钱 在大姐的心里始终有这样一种观点 一个男人的心在哪 他钱就在哪 你不用去要求她 我也不想去要求她 不想去要求她 就让她自己说 哪个男人说的 想找一个老婆太太 有她自己的规划 她规划 咱一听 就明白什么事了 就管事了 了解了大姐的情况后 红娘马上安排两人见了面 你待没待过农村生活 我就是一小家 也在 也在 也在农村待过 但是我不会做 大姐从小就在农村生活过 所以对于农村生活 并不十分反感 大和健壮也十分开心 连忙说起田园生活 说起田园生活的种种好处 其实我挺喜欢 因为咱们 有一些应季的菜是什么 心情还不一样 心情特别好 我还挺喜欢农村的 热炕头 这么说我这一勺 这么说我这一勺就现代 那可热和可好了 其实现在在农村挺好的 这个时间楼里多冷 在大哥的一番说谱下 大姐也开始憧憬起 未来在农村的生活 其实夏天也挺好的在农村 就是那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啊 前窗后窗一开 还挺凉快的 接着大姐又说起了 她的一个规划 有老伴吧 我是准备就是 农村家就去南方 吃住 吃住啥的 跟咱们家这边消费的时间 都差不多 农村家那边还老呢 就想去南方 听了大姐的这个打算 大哥表示自己并不反对 但却有一个小想法 出去溜达溜达那都行 包括你海南也好 怎么的那都可以 像你说是每年去一趟海南 或者在那里待一 或者在那里待一冬天 每个冬天都去 那我不太认识 对于大哥的这个想法 大姐表示完全可以理解 看来在去海南过冬这个问题上 二人基本达成了共识 接下来就到了最关键的经济问题 对于日后二人的生活 大哥表示可以在生活费全包的基础上 每月再给大姐一些零花钱 对于大哥的这个回答 大姐似乎并不满意 大姐似乎并不满意 既然我们要是说有缘走到一起 就是说你刚才说那个生活 就是你给你给多些 这个必须把丑话说到 我并不是说 我绝对不会从任何人去要钱花 你感觉到每个月的零花钱 每个月的零花钱你的要多少 我不要 此时大姐口口声声说自己不要 但在大哥的心里 却能明显感觉到一种压力 因为越是这样 自己越不能少给 看着眼前咄咄逼人的大姐 大哥在心里也是反复斟酌 最后他把心一横 说出了最终的数字 我的意思就是 数字 我的意思就是每个月给那个 一千 你盘的是也就一千吧 左右吧 左右 你看能不能接受啊 或者怎么的 爹这么半天 他说出了一千元 听到大哥口中一千元这个数字 大姐竟发出一连串不屑的笑声 以后再说吧 最后二人的相亲 已失败告终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老天 你说大哥给出的每月一千元到底少不少 欢迎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 画面中这个大妈是今天相亲的女主角 是怎样的一位大爷让大爷让她如此急切呢 想看的老铁对着屏幕给我来个双击 下面开始今天的相亲 你好 是刘大姐吗 对 你好 原来不管的红娘小官 刘贵妇 68岁 离夜 退休金2400元 与哥嫂同住 见到红娘娘后 刘大妈立刻向红娘表达了自己极切的心情 我当天晚上看完之后啊 就心里都睡不着觉 我就心急 急着不行了 就怕人别人再看着我的老爷子 那天在电视上相中这位大爷之后 刘大妈兴奋的一夜没睡 兴奋的一夜没睡 第二天一早她就来到了电视台 到了11点多 我打算 等等 那首发时就出了一个中年男子 他说你想干啥 我说我在电视里相中一个老头 我心想我要是不来哈 别人要相中了吧 就错过这个机会了 我掉脸累了 我说就是我哪怕我给你跪着 我也要见到这个老爷子 我就那个心情 他这人大姐那你得回去 今天休息 有事周一来吧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位大爷 让刘大妈如此相中呢 就相中 那农村的这个人呢 这老头我就看他身体结实 我到那一天 帮他给鸭子倒点水 喂点食啥的我都能干 原来刘大妈口中的这位大爷 是家住四平市九州 家住四平市巨峰村的李桂林李大爷 李大爷家里养了三百多只大啊 而且还拥有两千多平米的房子 李大爷不但朴实热情 而且勤劳能干 他夏天养啊 冬天卖鹅蛋 小日子让他过得红红火火 听李大爷 听李大爷在节目中说 自己要找个能给他做点饭 收拾收拾屋子的可惜老伴 刘大妈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升任 我会做吃的 我做点菜做点饭 我一帮他他更高兴 他主要找个做饭的 刘大妈一直对农村生活非常向往 所以当他看到李大哥家那种地道的农村生活时 刘大妈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 刘大妈之所以这么急切的想跟李大爷结缘 竟还有这个原因 原来刘大妈三十年前就与丈夫离婚了 他独自一人把儿子拉着大 儿子结婚时他把房子给儿子做了婚房 他选择来到哥哥家与哥嫂同住 这一住就是十年 虽然哥嫂对他不错 但他何尝不想有个自己的家呢 所以当他在电视上看到新衣的李大爷后 让他似乎又看到了家的希望 所以恨不得马上就能见到他 所以说我就非常急切的就想上头下手 他同意我就注意了 我就心甘情愿一心愉意的跟他生我了 但面对心急的刘大妈 红娘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提醒他 这老头多大岁数呢 你老头多大岁数你知道吧 我不知道 他应该是比你小几岁 说句实话咱那个年龄确实是稍微有点大了 那你想没想过 如果真见着了老头是没相中的 你咋这样 没相中那我就自己苦闷点一个过去 能接受吗 能接受吗 能接受 来两人见了面 大哥 我们来了 介绍一下啊 刘贵妇刘大爷 李贵妇刘大爷 李贵妇刘大爷 不用介绍了吧 刚一见到刘大妈 李大爷就表示没太相中 虽然对刘大妈没太相中 但毕竟人家大老远奔自己来了 李大爷同意再继续了解一下 我一个儿子 一个儿媳妇 还有一个孙女 挺好 没在那个一起 在那个一起过 因啥没在一起过呢 儿媳妇吧 五年前发现这家有病了 就做了手术 反正说是癌症 我为啥 相远离他们呢 就是咋个呢 咋个呢 不愿意给儿子添麻烦 儿子添麻烦 我就是在他们家呀 就跟皮毛熟悉的 大声说话 我也不敢留事 就跟儿子想着 总怕惹着来扭气 还种了啥 听了刘大妈的情况后 李大爷马上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咱们现在经营收 现在经营收 没那么云万能力了 不像说那些时候 我这能干的 这五万能是八万 孩子在这危难的时候 因为闲的时候 咱们拿不出来 给我看 除了这个以外 李大爷还有个员 李大爷还有个担忧 李大爷还有个担忧 对刘大妈的说法 李大爷并不认可 过去也是那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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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楼大家里头 叫起来里面路是哪 打理我打坐外 现在已经没有那些想法了 我那就是不想找 比我生事大的 在与李大爷的一番交谈之后 刘大妈也清晰地感受到了李大爷的心意 大哥就想找一个 大哥就想找一个年轻一点的 接下来李大爷的一番话 让这次相亲彻底没戏 最后二人的相亲已失败告终 老铁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对于这期相亲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留言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 这是经济方面 我女的好把钱 就是开销啥的 都用啥都开销我来支配 公司那我来把的 漂亮大姐来相亲 不聊感情聊现金 没你和钞票都重要 就看大哥对谁笑 中老年人相亲各种各样 奇葩事情绝不重样 老铁们点个赞接着往下看 徐叔邦 徐叔邦徐大姐是吧 来来来 我是红娘送亲爱 你好 徐大姐放连54厘 月入1700家有房 这位是今天的女嘉宾 一看颜值好像40多岁的女明星 皮肤细腻来又雪白 说是35岁没人把遗怀 甜美的笑容 甜美的笑容像情窦初开的女孩 农历黑发加泡面头 跟她一起生活估计不用愁 身材匀称又端庄 大哥看了不知慌不慌 大姐说了自己年轻时看走了眼 找了个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丈夫 两人一届不宜是在家 一届不宜是在家总干账 两人的感情完全稀碎 两人最终以离婚告退 大姐说自己年轻时吃的苦太多了 现在只想找个条件好的老头 给点钱 不对给点钱 我现在就傻的找个 傻的找个 收入稳定点的 条件好点的 你说这大事不可能 在上外跟她去奔奔去 现在就是为了姥姥有个 依靠有个相辅的 大姐就这里要求 红要求 红娘行为不仅犯起了敌过 这要求看似简单 可后面的乡亲就越不简单 红娘通过深思熟虑之后 为大姐找到了乡亲编的刘大哥 刘大哥57岁离异 这些证件都一摆好 供红娘和相亲对象参考参考 什么有看啊 就是 身份证 转业证 转业证 这离工这个证书 什么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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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离婚证 所有证件 不是这个东西 你不能来得虚假的 随后大哥也是直接表示 既然找对象 那必须漂亮的 要是不找好看的 那还不如不找呢 我也看了几个 看了几个都 赶紧眼缘差 我是啥赶紧的 我不管你农村的 还成你的 我叫啥赶紧的 比眼缘对了 因为我跟你做我就开心 就是眼缘不对的 你硬去又不烂 就硬去不找 看来大哥是人老心不老 金枪永不倒啊 金枪永不倒啊 得了 既然狼有情妾有义 红娘赶紧呼叫徐大姐坐车过来吧 大哥一到火车站 就惊得一身汗 这小红娘也太豪横了 直接给约了俩大姐 如此开放的相亲模式 大哥很是喜欢 红娘担心大哥走路太急而摔倒 赶紧解释 看着大姐貌美如花 大哥心里乐开了花 什么梨花桃花牡丹花 你就是我最爱的花 好看 我感觉的 我感觉的磕头 演员 都可以 这边大哥是满意了 可大姐跟大哥见面后 就搭拉着脸一直不辞生 像是谁欠他60块钱似的 来到大哥家后 大哥给大姐展示了自己的各种争见 表明了自己对这次相亲的诚意 可大姐还是搭拉着脸 就像冬天里的只鸟 一言不辞 只鸟一言不发 我说大哥啊 根据小弟做相亲视频的经验 人家来相亲可不是看你的表公会 你不把自己的家底拿出来瞅瞅 大姐是不会搭理你的哈 咱大哥是头发吸来脑量 咋看都是聪明啊 于是重新 于是重新对大姐不停的各种疯狂暗示 经过红娘不断的提醒 大姐终于要开口了 原来大姐不是不想开口 只是孩子孕点该怎么开口呢 我一般不开口 一开口就不一般 既然我的美貌满足了你的要求 那你也得满足我一个基本要求 请你做好浮稳了 这是经济方面 我女的好把钱 就是开销啥的都 用啥都开销 用啥都开销我来支配 公司日年 我得把的 漂亮大姐来相亲 见面不到五分钟 大姐就要接管大哥的所有财产 大姐尽管你的颜值有点高 可这想法想法属实有点飘 你是真把大哥当怨大头了 心里不妥 心里不爽 知道吗 那你说你又不爽了 以后就产生疙瘩了 产生疙瘩以后就 按照耍了 大哥说了 我的工资你随便花 也可以每个月给你小金库 也可以每个月给你小金库多存零花 但是想要掌管我的全部钱财 那是半天云里翻金楼 不着实地 母鸡长牙齿 不可能的事 不可能 我咋想的呢 这钱搞了你的后话 生活你就用呗 是不是 我原则是女人我不花年钱 你的钱你攒了呗 生活就成我的 生活带给你攒一部分 这个道理 但并不是说你把钱我把钱 我给你这么把 我给你说有点 原则是我跟你说实话 这个理念我都不接受 就冲大姐这发型 大哥你都不能太觉醒 大姐看到大哥的态度很 很坚决 赶紧过来进行一番解释 我也不是非得把他钱 他可能你们都不了解 就是我和谁都真正到一起了 我拿钱我不耽误事 他不口我不口 我也不拿钱我不耽误事 就是别看我输 我输我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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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好像那个 就不会表达你了 不会输我 大姐说完这话 连自己都忍不住的笑了 眼看这公子卡是指定黄了 当大姐脑瓜子一转 来了一招欲行故纵视探大哥 就是咱俩就是假如成了以后 我家的娘好像 我家的娘好像暂时过不了视频 因为我那会儿吧 还有点外在 你是咋回事 我给儿子也是 买台车子 我先帮他换碗 那是多少钱钱 七万 七万 大姐凭借自己的百媚千娇 又给大哥出了一记狠招 搞得大哥有些吃不消 一边是大美女甜甜蜜蜜 一边是自己多年的积蓄 是捂住前代的一个人孤独忠傲 还是再来一次夕阳无限好 大哥此时确实非常烦恼 实诚的大哥考虑之后表示 自己现在是不可能 自己现在是不可能替他还钱 就是你一个人 你买五万的 或者一百万的 那他是事 这个玩意我展示 我这么说 我并不是说的 但我展示不能帮我还 这我 不能帮我还 这我就说我要实话 我从那亲手角度 因为我不想伪心去做事 我不想伪心去说 哎呀你放心吧 我给你还钱 这个那我没有必要 所以这个好的我挺进 看来大哥还是贪图大姐的美貌 大姐的美貌 这好不容易来个心动的大姐 可不能让机会这样溜走 我赶紧还可以 还挺好的 但是我爸 反正不成了有点可惜 我说 这样我考虑考虑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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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姐一听可不干 你这样就是在摆烂 说的全部是虚幻 要是没钱就靠边站 太磨叽了 有完没完 别耽误我相信的下一站 我说大哥 我说大哥 你是嗓子也放泡 咋讲的啊 又想让马跑 还不给马一操 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 正所谓 要想风花雪月 你就得付出一切 舍不得喜羊羊 套不着灰太郎 告别了这位选手 红娘赶紧 红娘赶紧又给大哥 重新找到一个 同样高颜值的大姐 谁有女人不花钱 我还不愿意呢 为啥 我喜欢女人穿 穿漂亮的就越好 假如跟我过来 那那买就买好的 买高档的穿的漂亮的 大哥约入一万多 相亲路上不啰嗦 只要你跟我 只要你跟我在一起 穿衣打扮随便你 想买什么都可以 那究竟是怎样的大姐 让大哥直接就变田狗 官大姐放连五十一里 略入两千家 哎呦 这不是以前上过咱节目的 官大美女吗 官大姐有过一次婚姻 一辈子没生过孩子 所以看起来很年轻 打扮也是十分漂亮 看上去也就三十多年 这两人见面之后 大姐对大哥就很来电 两条腿都挪不动了 老是有意无意的偷看大哥 那真是麻药半小赛 愁你最喜爱 九汉逢甘雨 真真喜欢你 虽然大姐很漂亮 但是咱很漂亮 但是咱大哥 还是对上一个大姐念念不忘 咱姐真好 也没耐好是吧 那行吧 我说大哥啊 你那一对肿眼抛 要是真用不到就捐了吧 大姐长得得好看 怎么到你这就不行了呢 眼看吃饭的时间也到了 大哥大手大哥大手一挥 糟 我请客吃饭去 这两人到饭店屁股都没坐热 大哥就说出自己的择偶标准 第一不能吸烟 这是我接受不了的 可以喝点酒 所以你穿啊 满意都可以 我都能接受 好 我要求你 好 我要求你 就这个要求 关大姐温情地表示 自己不抽烟 不喝酒 唯一的爱好就是喜欢唱歌 大哥听后的表情很是满意 小红娘健壮 立刻给大姐来了一波助攻 一波助攻 一波助攻 大姐唱歌可好听 哎 那就好 唱的是那种就是情乖动 是蝴蝶亮升上了天空 天空有 为什么旁边没有月台 大哥们和窗户关好了没 窗户关好了没 唱的挺好 下次可别唱这首歌了哈 大哥大姐一首情歌下来之后 两人对彼此的好感增加了不少 大姐说了 自己平时也没啥爱好 唯一的爱好就是 穿衣打扮和化妆 大哥一听力嘛 化身大舔狗 我喜欢女人 我喜欢女人穿 穿漂亮的就好 假如跟我做的那那 咱们买就买好的呀 买高档的 穿的漂亮的 女人不穿 这个事不穿还能穿几年呢 二十年多穿了吧 就肯定穿能穿多少 穿能穿多少 穿不了二十年吧 都给你睡好 就玩个玩的 应该穿是吧 我的人吧 对她有这个理由 她说谁有女人 不花钱我还不愿意 哎妈 大哥这话说的酷甜酷甜的 哪个女人听了不迷惑啊 大姐听完之后 满眼都是小星星 那一只哑巴 那一只哑巴兜里揣黄金 心里说不出的欢欢 嘴鸭子都快咧到耳根子上了 太赢了 这一点挺好的 人家说你的工资我不用花 不用花 这都能体验出来 她说的那些话都是我喜欢的 是我想找的那个想法 有什么想法啊 有什么想法啊 或是怎么规划啊 我没拿她想法 对钱的概念比较低些 就是放在一起 那你这个钱 假如说我的钱 钱假如说我的钱 你说你钱管不管呢 还是全管呢 还是你说算 还是我说算呢 还是怎么 我听到你的意见是怎么想的 那个好像咋都行 大姐的回复那是简单明了 可大哥对大姐说出的话 还是有点半信半疑 好多女的都说 哎呀我管工的卡 我钱你钱我花啊 我把我钱攒起来 攒起来 我不知道你怎么理念的 因为我都问问这个事啊 是不是 工资放一起 放一起 放一起 就是比方说 生日费一月两千块钱 除了马尔伊 或者大 除了这个旅游啊 算了钱存上给你养老 给你养老 大姐这话 大姐这话 唠到大哥心窝了 咱大哥那是围着火炉吃西瓜 身上呢轰轰心里美丝丝 然后对大姐一个劲的夸 第一演员可以 第二三观 我感觉挺正的 三观他都金钱嘛 他不物质 你假如有点 哎呀我在管工的卡啊 我在管工的卡啊 你给我多少钱呢 我感觉 其实我也能接受 但是还是 心里有纠结 这个我不纠结 特别厂啊 这长官 就专了女人 咱更得给人花钱 更得对人好 大哥为了获得大姐的方些 还特意整了 还特意整了一波申请告白 把你当成宝贝 把你当成妹妹 把你当成人 那就是自己 该说不说 大哥的情商智商都不一般 想必年轻时也是个情场高手 得了 恭喜两人相亲成功 希望两人用各自的魅力 把对方迷的魂飞颠倒 不要再分手了哈 好了 这半水千山总是情 给个关注行不行 老铁们 咱们下期接着聊 要是真说有了伴儿了的话 那还需不需要就是小宝宝的陪伴呢 需要啊 不能离开吗 一直得去养人家 坚决不能离开呀 我是不会抛弃他的 我一个不找伴儿我也不能抛弃他 我一个不找伴儿我也不能抛弃他 今天来相亲的大妈真不一般啊 宁可不找老伴 也要陪着自己的狗 陪着自己的狗 大妈 你这是来相亲的吗 还要相什么心啊 有条狗陪着就可以了啊 还要找什么老伴啊 老伴还不如一条狗 真是让人无语啊 老年相亲就这么奇葩 今天来相亲的大爷叫姜大爷 六 叫姜大爷 六十五岁 丧好 退休金三千三百五十元 有住房 红娘来到大爷家 因为大爷是真心实意找老伴 所有就先把自己的情况说清楚 让你说点善 脚 脚给砸 脚啊 哪只脚啊 这个左脚 左脚 左脚 因为呢 怀骨 不是 肯定滚 怀骨 嗯 你这家有疼疼吗 没有 那基本上就是现在有工作挺好的 对 自己的脚受过伤 但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 大爷前年还在上班开 开构机 从去年开始 从去年开始才休息的 大爷一直开构机 开了十五年 因为开构机 比开一般的车难度大 所以大爷的工资 也一直比一般人挣得多 自己在外辛苦赚钱 本来也无可厚费 但在家的老伴 不喜欢穿 也不讲究识 就喜欢打麻将 而且还变成了赌博性的 在麻将馆可以几天几夜不回家 就是好玩 好玩 啥也不好 吃穿的 穿的你给他买下的穿 嗯 就是好玩 就是要打麻将 他一玩就黑天白天 打到打到啥时候 他不带出 他不玩 那不常有什么打 你打多少 两天两宿 两天是不一样啊 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你怎么能够打 嗯 他搁麻将馆 人家给你价款 就是你没钱 你没钱 你可以搁那个老板娘 对 搁那个借 人家给你拿钱 借你钱 最后那我到年度回来来 欠了人家一千八百 人家上家来要的 我说 那你看他没有钱 他就那时候就拍五百块钱 我就给人把这个 我就给人把这个钱给你赌 那你这都给还债材了 你也没生气啊 那开始咋不生气 因为我打麻将天天干脏 干脏 干脏也振住不了 还有孩子 你也不能理 虽然自己不满意 也经常 不满意 也经常与老伴干脏 但老伴又改变不了 只能很无奈的接受 毕竟还有家 有孩子 但老伴也因为长期的打麻将 生活不规律 所以身体也出了问题 就检查身体发现 血糖糕 是糖尿病 发现他就是不住饮食 心这个问题的劳疑啊 得了 得了糖尿病 这可是富贵病啊 要好好养的 本来以为老伴的了病 可以不打麻将好好治病 水脂就像他的膜一样 每天还是不停的打麻将 后面就爆发糖尿病的并发症 变成了尿毒症 最后只能 最后只能与世界说拜拜 得了糖尿病 不得多走路吗 对 放开腿 对 他也不 他也不 他就是 最好打麻将 最好打麻将 他就坐在打麻将井 你让他走 规定了 就是 逐渐的 什么 肾衰了 完了 最后变成药毒 最后脱袭 脱袭了二年 他就 去世 去世了 这大爷的老伴真是被麻将害的 难道打麻将还能上瘾呢 身体不舒服也能大麻将啊 对于不喜欢打麻将的来说 可能真接受不了 老伴过世 大爷选择继续在外打工 可随着年龄的增大也干不动了 一个人待在家里又太孤独 所以还是要找一个伴 他的相亲要求是 没有不良伤害 我这个 我这个 这个 他 这个他 我前期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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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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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松宝 嗯 就是 老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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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现在就是 有 有 3300 3300 打麻将的肯定是不能再找了 不知今天来相亲的大妈 是否合适她 今天 是否合适她 今天来相亲的大妈 叫金大妈 62岁 丧好 退休金2500元 有住房 眼前 这位就是今天来相亲的主角 大妈一看就是一个精明能干之人 大妈的房子都是自己设计装修的 大姐这个装修风格还挺那啥的 那都是我自己设计的 自己设计的 那 姑娘我都不让她们上前 都大姐自己 不让她们残忽 为啥呀 我自己想咋设计咋设计 这屋是欧式的 那北边屋是韩式的 这个大厅是中式的 欧式风格 韩式风格 中式风格 被大妈分布在不同的区域 你不说也还蛮合适的 大妈除了导吃自己的房子 还喜欢导吃自己 爱导吃呀 爱导吃 导吃才年轻的 导吃才年轻的 导吃心情好 导吃心情好 心情好就年轻 导吃导吃出门 还尊敬别人 还尊重自己 把自己打扮的也挺精神的 还喜欢穿旗袍呢 原来大妈还是个文艺爱好者 参加老年艺术团 老年艺术团 啊 啊 我们那里头 我们就是这里头 有旗袍秀 跳舞 唱歌 什么节目 什么节目都有 你上了好几个这种演出你 唱歌跳舞 走秀 大妈可是样样都行啊 也难怪大妈身材这么好 确实是穿旗袍的料 大妈 跑的料 大妈退休后这老年生活 也真是丰富多彩的 现在这样好的日子 其实也是年轻时候 受过苦挣来的 探外改制 下岗后自己就摆地摊做服装生意 那时也是搬着大包小包 到处抢占地方当探外 呃 呃 成管的要是周六周日休息啥去了 我们就连 我就连周转 啊 周六周日连周转 早逝直接去上大道边 搁大道边直接是上夜市 就连周 夜市就连周转 就那时干了十五六年 为了家为了孩子 生活也不容易 本来经过辛苦的奋斗 而你们也长大成家了 可以想想轻浮了 谁知老伴又得病走了 剩下大妈一个人 平时虽然有小狗陪伴自己 但还是很孤单寂寞 就想找个老伴 她的相亲要求是 不知今天来相亲的大爷是否和是她 红娘带着大爷来到大妈家 两人刚见面 因为大妈抱着陪伴自己的小狗 大爷见着小狗就不喜欢 红娘看着大爷不喜欢养小狗 就问大妈如果找到了老伴 能否找到了老伴 能否不再养小狗 谁知大妈是要小狗不要老伴 大爷听到大妈这样说 很无语啊 相亲现场立刻就有点尴尬 可这小狗突然就对大爷很亲近 这是在向大爷示好吗 这小狗真还没有灵性呢 狗的这个举动 也让大爷松懈了自己的看法 这实在是人重要 狗不重要 听得太尴尬 这大爷确实也是个随和的人 后面聊到两人的基本情况 都是单位解体后下岗 现在也都有退休工资 都还是比较满意的 后面大爷问大爷 后面大爷问到自己最在意的问题 问大妈打不打麻将 打不打麻将 打麻将也不玩啊 不喜欢打麻将 打麻将那点我都看不好 看不好 他哥哥也不喜欢打麻将 不喜欢 大妈不爱这个 大爷也不喜欢打麻将 也不喜欢对方打麻将的 所以这点大爷很满意 接下来大妈问到大孩子的问题 你有小孩啊 我一个儿子 没结婚 没结婚 在那个广门 看上天理工资室 又三个对象 三个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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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这有就给点没有进来的 大爷的儿子还没结婚 大妈还是有点想法 毕竟那也是负担啊 大爷问到大妈抽烟问题 那你又不抽烟呢 抽烟 四根烟 啊 四根烟 能不能借了 大叔借了大爷 所以抽的也不对 大爷借一大妈抽烟 儿大妈也不愿意借烟 儿大妈也觉得大妈也觉得大爷儿子没结婚是负担 这样双方都有不满意 所以相信只能以失败告终 你们怎么看呢 这期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 看他过不过关啊 看他厨艺过不过关 要好的话就能留下 不好那就踹了 也挺好 踹也挺好 都很满意吧 都是满意的 谢谢观家 抽烟 可能说能在一个频道上 接近玩火 感觉一眼大眼我就觉得我们俩不相当 你性格呢 觉得大哥性格 那感觉说话唠嗑的反正也挺爽贵 但他也不是我想象的那种 那你也不能就是干看着一眼 干看着一眼 这是啥 嗯 观赏室 这是原来我开的店名的不是吗 你原来是做啥的他家 卖那古董自画的 啊 你原来是卖古董自画的 对 转桂连62岁开过古玩店 上偶退休金 上偶退休金1500元 家族长春 住房面积60平米 这是个老话 这个纸都不一样 那当然了 这是清代的 这是黄毅的 黄毅 黄毅小松的 黄毅属于清代 清代肚明的 大脚 啊 啊 孙叔啊 现在不做古玩生意了 但壮大姐 一眼小喜古玩指示 除了每天坚持记笔记 这些历代画家 历代皇帝 她可都能背下来 她可都能背下来 壮大姐 研究自画的能力 得益于她爱专严 爱小喜的好习惯 更得益于丈夫的熏陶 之前爱因斯古玩鉴定的大叔 两个人的感情很好 但丈夫也没能逃脱病魔的禅神 每天第一件事就是把他收好 天天的给他三多六饭整吃 我哪都不去 这十年就没给外边住过 那我不能自理 都是你 都是你给 都是我办 就是说大药片 后五年的更不用提了 后五年他就是 大药片就是 就是说的 没直觉 就得够手扣 够手扣 那你不扣吧 他不能吃饭 不能吃饭不就 早点死就死了 爱因吧就是啥呢 你就是 你就是平时谁用不着谁 就是有病时候才能知道 体现 爱因 一提起过时的丈夫 壮大姐的泪水就止不住地理 爱因去世之后 孤独的滋味只有她自己 才能体会得到 现在就行 走吧找一个 俩人能喝得来的就行啊 就是钱挣多挣少的吧 挣大岁了 不需要那么多钱 就是挣了三四千块钱 完了就是说身体好 主要是 老人身体好 就是说抽点烟啊 喝点酒啊也行 行咱粒粘粘粘粘的 嗯 咱在一圈 向大姐的那里煎料 大姐的那里煎料 好 嗯 原来我这有点食材 正好到那刚那 咱们人做点饭 看看我学历 看出来了 咱里大哥也真是 大哥也真是特别重视这次相亲 就带着食材去相亲啊 咱里大哥应该是第一人了 这不倒是 你不戴手套啊 行吗 没事 你看这个东西 你得戴手套 那是他戴哪手套 这不是 有那白色的啊 你挺玩的那手套 反正你在 反正你在这种保存房 是不太妥的 这个东西一定是怕吵 你说是不是啊 这些就是买价卖价 你相忠了 我要个价 咱俩一讨论 跟着都像没法确定 他就说是买价认可 卖价呢 觉得这个价格可以出手 交易完成 对对对 对对 对就是 那找对象呢 找对象也是 也是俩人 这臭啊 臭话 臭话到科能说 能在一个频道上 这就玩火 第一件事不错 真的啊 真的 是我喜欢的那些 带啥大门 带啥大门最久呢 我没有办会 我都是 一直都是自己搞个体 啊 那你现在 你养老包 我以前 那养老包钱我自己交的 一个开前五现在 啊啊啊 那就是随着社会长我也长 不是这个东西吧 是这样 没有 没有单位也不要紧 但是这社保这块吧 可千万别 社保医保都有 哎 因为啥呢 人嘛不能总健康 是不是啊 是 感觉一眼大眼我就觉得 我们俩不相当 你性格呢 觉得大哥性格 那感觉说话老科的 反正也挺爽困 但他 也挺爽困 但他也不是我想象的那种 那你也不能就是 刚看着一眼就 决定一个人 而且 那也不是说的 不一定说大哥 没有文化处置 大哥有的是有点 那咱也得挖去吧 有点是不然 那现在坐一会儿再做得到吧 啊 行 大哥平时就是喜欢唱歌 嗯 嗯 我还是有时候 就是比如说去出去玩去了 带旅游大巴上来 我愿意唱两句上去 风雪雷边人随他 我为祖国鲜石油 石油滚流的心 一乐 开了花 谢谢 在厨房中李大哥负责掌勺 庄大姐啊 也帮着打打下手 平时吃饭总对付的庄大姐说啊 这自家厨房啊 好久都没像今天这样 有烟火器了 小红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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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50两 新年老师姐 鲜长 看这样子挺有实力啊 嗯 鲜长 看他过不过关啊 鲜蛋 鲜蛋 他哥的厨艺 那要好的话就能流去 不好那就窜了 哈哈 他窜了以为吗 挺好 嗯 他挺好 别说他挺会的 会的 比我做得好 我真做不了更好 同意这关是过了是吧 嗯 谢谢小红娘啊 请吃个吧 考试考过去 当年应劳应院的挺好 这方面我挺认可的 这方面挺可心的 居家这方面挺认可的 咱也不是啥了不起的人 也就是居家过日子 咱就找一个正经居家过日 拿我当个事呗 研究室能够把我 那个哥在那啥 第一位 那就行了 那咋还想找啥 那咋还想找啥 挺好 饭也挺好 菜也挺好 都很满意吧 谢谢关家 其实我俩成都说还找你 来吃饭了 吃饭了做点好吃的 给你打电话过来 行 我爸大姐 在这呢 我要跟大家说说 庄大姐和李大哥的近况 因为就在前两天 庄大姐给我们来信了 说他和李大哥 现在相处的特别好 现在相处的特别好 李大哥那吴呢 他也给归冷了 现在是老厉说了 接下来呢 他们俩就打算见见儿女 如果要是没啥问题的话 俩儿就想 俩儿就想掌握结婚等级的事儿了 听到这样的结果呀 我真是打心眼的 替他们俩高兴了 也希望两个人的未来 能越走越好 好了 感动的故事 就讲的这儿 老铁们 对于今天的相亲 你有什么想法建议 欢迎评论区留言 喜欢新铺的 给个关注 点个赞 下一集继续惊喜 咱们回头见 周光光听声音 我还以为是大叔在提要求 再一看这张香 这真不是男扮女装吗 大妈长得挺阳刚啊 都六十八了 还有人愿意一年 给两万零花钱 女人真的是越老越值钱吗 看到这 屏幕前的小姐姐们羡慕了没 今天的相亲 今天的相亲会怎么样呢 老铁们点赞接着往下看 今天的男主角杨大叔 七十二岁 退休经三千四百元 大叔最大的爱好就是赚钱 做了一辈子买卖 卖过豆腐颠过框 豆腐颠过框 卖过豆芽杀过猪 不止这些 曾经工资五块钱一天的年代 大叔还开过大巴和大货车 这些年也攒下不少钱 大叔的名言就是钱多好啊 现在还在儿媳厂里上班 既然合同这么紧 我真怀疑大叔主要是想 当儿媳妇招工啊 顺便给自己找个老伴 也能实现自己的赚钱爱好 这两人一个月九千多 五年不就四十几万吗 那么杨大叔找老伴有啥要求呢 既然要招工 那就得长期稳定 首先就要身体好 其次才是性格温柔 对自己好 最好是农村的没钱大吗 这样自己的优势才能显现成 到时候经济这块跟老伴怎么支配 直配 直配说是我的钱 给卡呗 光吃光喝的行呗 一听这话红娘差点都心动了 就冲大叔这场量劲 红娘给找来了体格贼好的大妈 李大妈68岁 退休金1600元 无住房 这里大妈身体绝对是杠杠的 走了一个多小时来的大叔家 我小时来的大叔家 两人一见面 我还以为咱大叔相不重呢 大叔对大妈印象倒挺好 大妈却觉得大叔长相一般 这跟自己欧美风唇气质不搭 既然来都来了 那就先唠唠 先参观参观房间吧 看完衣柜大妈觉得太埋态 大叔赶紧说 大叔赶紧说自己不抽烟不喝酒 还会做饭打扫卫生 听完这些大妈转变了态度 这老头命中缺我呀 两人坐下继续唠口 你在哪吹酒呢 我是做买卖的事 没有工作啊 没有工作啊 我做一辈子买卖 那你们不是大卫退休的人 那什么 不是不是 看大叔就没有经验 半天说不到重点 现在做买卖的不吃香了 月月有收入才能长期发展 收入才能长期发展 大妈换了个问法 你这月月有工资吗 大叔说有啊 一年四万多 大妈一听终于满意了 这老年人相亲就是这么现实 既然这么能赚钱 那我就不客气了 这家伙降红之少 自己也能维持 也能维持 先找一个给添补点 一年给我俩吧 你别管我干啥 我就是拿这钱 完了我就赶紧这吃喝了 对对对 吃喝不算 都不算啊 这就是你给我的 大妈一听 这也太顺利了 我得再摸摸这老头家 你自己喝过的几年 站在下面 站在下面 我不问多些 就我就说了意思 现在大妈可是太满意了 这老头可以处啊 以后我要是再下下套 指定未来啥都是我 他在我姑娘给他拿好处 以后我姑娘还 大妈你可别高兴太早 老头还没表达自己的目的呢 这就开启了招聘模式 大妈一听这么多钱 眼睛都闪闪冒光 啥也别说了 赶紧留电话吧 现在就可以买票出发 最后两人牵手成功 不两人牵手成功 今天的乡亲就到这里了 欢迎老铁们评论区留言 我是爱你们的小琪琪 咱下期见 摸摸的 你把这桌给我灯了 行吗 这桌都不黑 我家姑娘给我灯的给的 姑娘给我买点 不是我这地方 我这有比你那个大点 你瞅咱大爷多大方 为了博取大妈的好感 就把去世老爸的遗物 给拿了出来 曾经的山盟海事 此时也不过拨了一扑的家当 如此不堪意习啊 这就是我老伴的 那老伴哥 那得瞅瞅 把他心里还得好一点 但是我要去了 咱俩要去 我要去了 咱俩要常能过日了 我该跟你亲的都请 你看到我过日子吗 烂七八糟 我绝对不要 那没关系 有了这个老伴 以前的一片放不下 你还天天洗着你 天天洗着你 那老伴一定是 肯定有想法 那也是得洗下场 这一点我是非常惊喜 再找着老伴的 那那一片是得放不下 你不能说 你就让洗脏 你 让洗脏 你不能说老 老算就让 要说咱李大爷 虽说人没啥问题 但在相亲路上 可彼是光着身子拉膜 丢人丢了一圈 每次相亲都是哭诉 去世老伴的不义 以及俩 不义 以及俩人山蒙海 似的爱情 但每次碰见新的大妈 都把前老伴 忘得一干二净 对于相亲大妈的要求 她也是矮个观光 随声附和 人家要把她 前老伴的东西 扔出去 她连个不字也不敢说 正因为她墙头草的风格 墙头草的风格 以至于她的相亲之路 也是推着小车上台阶 一步一个看 你好姐啊 我是小五啊 这次相亲对象 是咱们67岁的吴大妈 要说咱吴大妈的名字 属实有点特色的 经济基础也不差 和咱李大爷 也是半斤的巴两 不相上下 我爸 有点激动 有点激动 我没找 谁就没找 我就等着呢 这还挺信任我们的 对 就我就等着你们的 为啥呢 我天天晚年 没啥事看嘛 挺那个放心的 我找别人 我可不敢 我标准吧 主要是人品的 大方点的男子 我家这个就大方 不出院 脾气还好一点 一听说介绍了新的老伴 咱吴大妈也是哑巴 觉得黄金 心里说不出的欢欢 毕竟都大火烧竹林 一片老光问了 要想找个合适的老伴 我想找个合适的老伴 过下半辈子 无疑是大海捞针 不仅考验硬气 还得考验彼此的真心 而这次咱大妈不知道 她所面对的 可谓是个情场老手了 毕竟咱李大 也是长江里的石头 见过大风大浪 只要她认准的大妈 就不得了 她认准的大妈 势必会竭尽全力 给她留下 这是李学文大哥 我姓李 我姓吴 也是蒙古族人 少年女主 对 俩握手吧 我完了 我完了 再会给你回去 你不不愿意啊 哎呀 你瞅咱李大爷 表面上风平浪 表面上风平浪静 内心也是风起云涌 虽然已经一把年纪了 但看见咱吴大妈 俩眼可谓是瞬间炯炯有神呀 真是老掉牙的虎 熊仙在呀 话说咱李大爷已经七十多了 到了这个年纪 还在吆喝相亲的 恐怕也就他一个了吧 真丑人 本来这个应该是美的 这个应该是太严重 这东西不堵啊 哎呀妈 哎呀妈呀 丑死我了 太不想让开 我呢 我也不在这的时候 我在我姑姑那个时候 这个地方呢 我要享有老爸的 我就来丑严 挺中情是中情 这个留得多闹心啊 该出 看见没 白娘子喝了熊黄酒 马上就显出原形 刚才还是抒发 对老伴的思念之情 后脚多清 多清理老伴的东西了 真是个墙头草 风吹两两边倒呀 再说你房间乱 完全是你自己懒得打草 干嘛提你去世的老伴呀 都去世很多年了 这回又被你拉出来背黑锅 表面上树立一个重情的形象 实际上 只是半路上留 只是半路上留客 嘴上功夫罢了 你说脖上呢 长得嘎嘎咋 咋个事儿 脂肪 脂肪 就一块油 咱们也什么也不影响 还有一个是 腿还缺呢 腿还缺是 我经常留下 他老了 这 你说这么一句话呀 我这心里老敞了 你本身有毛病 人家对你的毛病 人家对你的毛病不介意 还说这不算毛病 那你说这心上的怎么说 怎么说 很高兴嘛 真是老奶奶钻背舞 给爷整叫了呀 刚见面你就动手动脚 就咱大妈这双手 一会的功夫 都被你给磨突如皮了 给磨突如皮了 进门握了两次手 这回突然又拽住人家手 整得咱大妈也是一脸猛呀 不过咱是饱汉子 不知恶汉子机 门板底没 碗得宽了 我工资那四天六块钱 就是按照两个人生物 好像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比你低多了 我才我是工程嘛 才两千五百块钱 你两千五百块钱 我四天六块钱 咱俩吃什么喝什么买什么 买什么都有条件 买什么都有条件 如果说是你这个钱呢 就是你说我愿意管 如果说不管那钱 如果说你让我管呢 那如果说是你这饿我钱 咋说没有 这一切我给你安排妥子 就像我那个老伴一样 我那个老伴一样 我还找不到那号 给你牵手在那 那我再给你考虑考虑 第一个说的 等着我那个 你先走了 就把你打得好好的 这就挺好的 就是一般人不说这 你这两千五 你那妈说 你你想怎么安排 你说我这个 怎么安排都行 要说咱吴大妈呢 也是个实在人 毕竟都活了大半辈子了 虽然收入没你高 但人家也不在乎 反正就那咋活里走 挨咋折腾就咋折腾 这话说出来 咱李大爷也是围着火炉吃西瓜 身上暖轰轰 心里美滋滋呀 老实话讲的 能给我合得来 所以我家老家都给我提皮一件 妈呀你早就早就早就 隔着高点点 隔着高点点 我跟太医站在一块 我跟太医站在一块 我老有压力了 这么高个人 他一进步就死了一下 你第一个回 你先问你姑娘 你先争取她一样 到着了 咱也别过后问了 现在给姑娘打电话 问了现在给姑娘打电话吧 你也上班了 上班了 不不不 那你自己啥想法 主要是主要是就是姑娘 啥意见最后不得是最后底 嗯 要说你俩的身高 真是黄瓜和矮冬瓜呀 不过爱情不分年龄 不分身高 只要俩人真心相爱 天空飘来无字 啥都不是事呀 这点咱吴大妈是大算发芽 多心了呀 眼尖的看官可能发现 咱李大爷挪了一下 都快铁吴大妈身上了 估计马上又有大动作呀 我说的话 主要人好多 主要人好多 可是奶奶也我有无所谓 我不想跟女主义结婚上 毕竟年年时间长了吧 咋的地 哪有不共舍得眼睛 咋的地 哪有不共舍得眼睛 是不是 所以说我就 今次呢 我就想 晚年的生活 就聊聊口子 过随便的 你的意思就是 咱俩单有个物 是不是 最好是 我不跟这个 我对家人也都不跟过 我还跟你说 在实际上 我还有点积聚 我还有点积聚 还有点积聚 有实话都跟你说 这屋吧 我想怎么办呢 就给他们当商户 将来咱俩 要是说能走到一起 咱俩对付小屋去 买个四五十瓶 买个四五十瓶 可是我不收拾 我不管吗 我不管吗 你不让我干那些 你放心 咱俩能等一会儿 我绝对不让你收拾 啥都依我 是不是 有点感动 不当吗 所言极是呀 毕竟都一大把年纪了 都是 年纪了 都是半路出家的和尚 就不跟儿女们扯一起了 儿孙自有儿孙福 你这个思乡 和咱李大爷也是不谋和 至于是否真的谋和 这得日久见人心了呀 日久见人心了呀 毕竟咱李大爷 完全是残暴暴地髓 出口成尸 只要他相中你 不管你说啥 他都随声附和 你把这桌给我登了 行吗 行吗 你这桌都不黑 我家姑娘做我过程是给的 姑娘给我买些 不是我自己买些 我这有个比你那个大点的 你换成这个看行吗 你这个看行吗 看我这个这个 是我老伴 我买完这个 他们就一直没带 这个桌子 有个他一个我一个 真的没呀 这个今天给他一个我 就是定情信物 信物了吧 有点这个意思 有点这个意思 你瞅咱李大爷 完全是拜年的嘴 尽说好话 又是握手 又是送桌子的 真是舍不得孩子 套不住 套不住老呀 话说你这个桌子 不就是老伴的遗物吗 你俩还八字没一点呢 你上来就给送出去了 属实有点铲子切菜 不地道呀 没瞅咱红娘也是一言不方 毕竟这是爷爷熬尽的灯油 稍息呀 两肆相牵 都在抒发对老伴的思念 结果呢 转手送老伴的遗物 还清理他的东西 真是半空中的云彩 变化多端 变化多端 哎呀 今后你这个打算 整个打算 就住房啊 各方面好的 你说 我就跟你说实在话啊 你今天看的就是 我说成就这样 没什么打算 行行不行 拉倒 没那么多说的 没那么多说的 打算打算啥 活到哪天算哪天 今天来相亲的大爷大妈真不一般啊 大妈问大爷相亲以后的打算 大爷直接就说没打算 活到哪天算哪天 这是啥情况啊 大爷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这么不耐反 感觉还很讨厌 害得大妈讨厌 害得大妈都不知所措 下不了他啊 你这是来相亲的吗 有问题不能好好谈吗 非要这样赶苍蝇一样挥手吗 这态度很伤人多 大爷 你这情商 真让人伤不起啊 老年相亲就算这么奇葩 今天来相亲的大爷叫吴大爷 75岁 离异 退休金3600元 跟儿子住 大爷是当兵出身的 当了十多年兵 增历过三等工 大爷当兵是因为自己出身 当兵家庭 上几辈都是当兵的 后面退伍后 就在医药公司开车 大爷因为拿着3000多的退休金 3000多的退休金够自己花 一个人在家没事 太孤单 所以就喜欢上了电视购物 大爷的手上佩戴的四块表 和手指上几个金光闪闪的戒指 都是从电视上购的 电视上看到什么都 电视上看到什么都买回来 很多东西都是没用的 但为了打发孤独寂寞的时间 只能用花钱来寻找开心 所以说 为什么老人的钱好赚 因为老人是用花钱来打发无聊时间的 谈起大爷的前段婚姻 也是一言难尽 大爷那个时代的婚姻由父母包办的 前妻是 前妻是个强势的女人 而自己因为工作原因 经常不在家 要时刻准备出门 经常为了鸡毛蒜皮的是吵架 吵得多了 后面妻子干脆不管自己 自己感觉不到家庭的温暖 大爷只能从婚姻中感到 从婚姻中感到委屈 和自己的不幸福 所以两人因为性格不合就离婚了 大爷离婚二十多年了 随着年龄的增大 感觉越来越孤独寂寞 想找一个过后半生 她的乡亲要求是 我为啥我是找一个就是 到摊甲去 是不是 做两人实际 可以去哪里 两人生活幸福就行了 是不是 那不一定才让 常常是哪都行 是不是 这条件合适 就我这个条件 也不看了 工资就用工资三千六 是不是 说白了一点 我都可以拿啥 合适的我一月 合适的我一月给她两千 大爷的要求不限地狱 可以到插门 想过二人事件 不知道今天来相亲的大妈是否合适她 今天来相亲的大妈叫李大妈 又十八岁 汉偶 退休金两千多元 有住房 大妈是工人退休 退休后还在大学做宿管阿姨 年龄大了 不能做了 回家待在家里 没什么事干 就喜欢上了网购 水果 蔬菜 各种生活用品 都是从网上购买的 主要是自己不想一个人 是自己不想一个人出门去买东西 没有老伴陪着 自己一个人 买的东西多了又拿不动 而且一个人穿梭在人来人往中 感觉自己形单影之 更加孤单寂寞了 所以干脆不想出门 谈起自己过世的老伴 也是难掩伤心之情啊 老伴因为心梗突然 老伴因为心梗突然离世 这也让大妈意识到生命有时候真的很脆弱 随着年龄的增大 自己感觉更加孤单和寂寞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生个病也没人倒杯水喝 大妈觉得还是要找一个老伴才行 大妈的乡亲的乡亲要求是 我就想找一个呢 就是通情搭理 互相有的就是说话呢 互相沟通啊 那有个能说到一起 语言就沟通 那再一个就是咋的 他有个退休金 大妈的要求很实在 不知道今天来乡亲的大爷是否合适他 在红娘的带领下 大妈来到大爷家 两人刚见面 彼此第一印象都不好 我跟你说 在电梯里头低眼 没有眼缘 我真没看好 因为他在电梯里头 你吵太老了 就像有病态 像有病态 不是那么健康的人 今天给人的感觉 就看得不顺眼 就说白了 就说话讲 就不顺眼 看样子 这两个人 看样子 这两个人没演员 不知道后面能不能改变 后面接着聊 大妈问到大爷的婚姻情况 大爷直接说自己离异二十多年了 还是一个人半没找好 一辈子都会倒霉 大爷你这情绪是冲着大妈来的吗 不要把自己对婚姻的不满 发泄到刚见面的别人身上 那可是没礼貌的想法 那可是没礼貌的行为啊 大妈对大爷这样的态度不满意啊 就这个态度挺生硬的 你最起码再热情一点 成与不成 这都不好说 也确实啊 最少来者适合啊 基本的代科之道还是要有的啊 大妈问到大爷想起以后的打算 以后的打算 以后的打算 大爷这态度也是让红娘捏把汗啊 今后我们这个打算 怎么一个打算 就住房啊 各方面好的 你说这是 我就跟你说实在话 你之前看的就是我说实就这样 没什么打算 行行不行拉倒 没那么多说的 打算打算啥 活到哪天 活到哪天算哪天 大爷你这性格也太刚了吧 这态度对待相亲的人也不好吧 毕竟相亲也是自己要求的 又不是别人硬塞给你的 就算看不上大吗 那也是第一次上门的课啊 你这性格难怪单身了二十多年 要不是有相亲节目组 谁敢给你介绍啊 毕竟能介绍对象一般都是熟人 你这样 你这样就会让对方太尴尬 本来双方第一眼就不对 对这样的相处更是让红娘头疼的 在红娘的劝说下 双方虽成不了夫妻 但也不要成为仇人 所以两个人坐下来说清楚 这不管怎样 咱们也是初四 咱们也是初四咱们见面 咱们彼此啊 咱们长得是 长得是这么大 说明咱们哥俩 还是有缘分的 咱们就是彼此之间 都互相应识 爱不生 对啊 不管怎样啊 来到那个大哥家了 咱们呢 也是作为 也就是个朋友吧 咱们也是一起熟吧 就是 熟吧 就是 是这么一个情况 人生 逼都不见才都不见 是不是 对啊 对啊 两个人虽相亲不成功 也许也成不了朋友 但至少还是有个一面之人 混了个熟吧 这大爷这性格 真是好直啊 直男啊 直男啊 大概也与十几年的当兵有关吧 毕竟军人是说一不二的 你们觉得呢 这期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